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和时钟装上电池后可以运转是一样的供电方式 都是透过电池以直流电的方式供电 在日常生活中 各种遥控器 手电筒 电纹拍等等 只要是使用电池的电气 其实都是以电池为电源 透过导线连接电气 形成一个电路而运作的哦 电路是给电走的路的意思吗? 小舒娃好奇地问 没错 电路的确是给电荷走的路 当我们利用导线 将电源和电气连接后 电荷会从电源处流进电气后 再继续沿着导线回到电源处 这条闭合的回路就称为电路 而在一般的电路中 电线会以绝缘的塑胶皮包覆金属导线的表面 就是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通路 并减少触电的危险 此外 我们常会在电路中加上开关设计 以便控制电路成为通路或断路 通路 断路 是说电走的路可以通过 还是路断掉不能走的意思吗? 小舒娃疑惑地问着 是的 透过开关将两条导线连接上时 电流可流通整个回路 电气可正常运作 此时 整个电路是接通的 称为通路 相反的 当开关没按下去 导线间没连接时 电路中没有电流 电气无法运作 这种电路中断的情形 称为断路 亲爱的同学 你知道导线要怎么连接灯泡 才能使电流通过灯泡 让它可以发光呢? 灯泡是由外围的玻璃球体 包覆内部的灯丝 灯丝连接的两条细金属导线 分别连接外部铜片 即底部灯头接点 灯头接点和铜片之间 以绝缘体隔开 当电路形成通路时 电荷会从灯头接点进入灯泡 沿着细金属导线 通过灯丝 再继续沿着细金属导线 从所连接的铜片流出 电流通过灯丝时 热能会使灯丝发光 所以当灯丝过热而熔断 甚至烧断后 灯泡就会坏掉 不过其实不是每一种连通的电路 灯泡都会亮哦 如果我们在电路中 加上另一段导线 让电荷可以不经过电气 也能回到电源 这时灯泡就不会亮 变成短路 荧幕前的你 现在是否跟小树蛙 有相同的疑惑 为什么电只走新的路 不走有灯泡那条呢 想一想 有两条路 一条没什么阻碍 另一条阻碍比较大 哪一条会比较好走呢 亲爱的同学 你应该猜到了吧 电荷会选择走阻碍比较小的那条 所以将这种电路情况 称为短路 也就是short 会使电气无法正常运作 short 秀斗 你是说电气秀斗 无法正常运作咯 小树蛙开玩笑地说 其实 我们开玩笑说别人头脑秀斗 没有正常运作 还真的是从短路 英文 short 衍生而来的 不过 开玩笑归开玩笑 短路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可能会因为电流过大 温度升高 产生火花 而造成湿火 因此 我们在生活中 一定要防止电源短路线上的发生 如果想要表达电路的情况 有没有代表符号可以表示 不然每次都必须在纸上画出电路中各种器材的样子 是不是太耗时 当然有 就像这些是基本的电路符号 不过要特别注意到电池的部分 电池有分正极与负极 长的线代表正极 短的线则是代表负极 这样使用简单的电路符号 表示所连接的电路 称为电路图 而由开关控制的通路与段路 就可以简化成这样的电路图来表示 荧幕前的你学会了吗 让我们来做个小测验练习一下 在刚刚的题目中 首先要先知道器材分别对应的电路符号 再找出灯泡 开关 电池应该出现的位置及数量 其中要特别注意到电池的正极与负极的方向 最后题目的电路图就如同画面所示 刚刚学了好多关于电路的知识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电路指的是将电源和电器 以导线连接形成的封闭回路 当电路接通 电器可正常运作 电流流通整个回路时 称为通路 当电路没有接通 电器无法运作 电路中没有电流 称为断路 当电路接通 电流有另一条可不经电器的回路时 会使电器几乎无电流通过 无法运作 称为短路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在前面的电路例子中 一直都是一颗灯泡 那如果增加灯泡数量呢 灯泡的亮度会不会有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